就是在刚才的比赛里边对狼队来讲就是很明显 我是基于以前队的认识翻了2v的图 但是我在跟你打了一局之后呢 我就在2v抢7里及时做出了调整 看一下吧双方的2v抢7 首先是第一组对手 敏敏以及小哥 看一下本局的起步 都走到了左侧 而领先的是小哥 这边明明没有弹出来之后 交了一个ECU 赶紧的跟上前面的步伐 几次做出了调整 但小哥依然是反超了明明 而自身还多一个ECU的情况下 开局的优势大的不弹 ECU先交 在这里再次和明明达成了ECU一致的情况下 这个距离确实有点远 对 你去过来 再甩 这第一天结束 差不多得有0.24左右的差距了 是的 这次的 正是 这一弹小哥过得稍微有点慢 出弹降速有点多 这明明明明再去切内弹 顶着落地 行车反超 而且两个人都有ECU的情况下 现在对于小哥来说 这个距离跟上能不能够来一波反冲呢 很难 而且要看这里的弹气延续落地点 这里跳起来 再去找路线 压车这里没有失误 最后的弹射 明明还是和小哥一起被顶到 携手冲线 0.14秒 还是明明在这局拿下了 小哥就还是那个问题 他会有小失误 但是在这种质量对决里边 其实一个小失误 几乎就没了 是啊 而且你看在这局比赛当中 不得不说小哥在开局上面的 稳定性是很高的 对 只是说来到了第二局 第二圈的时候啊 又没稳住 不过好在 现在对于小哥来说 是可以自己选 想跑的图的 也许会选择在刚才2V开局时候的 这样的赛道 比如说像刚才的阿尔法总部 主要就是实际使者的一个使用情况吧 到底在哪张图 现在的话就已经很难预测了 毕竟是solo嘛 这个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啊 两位选手的这个极限优惠是咋样的 咱们也不知道 其实第二轮的这个对战啊 会很精彩 对吧 还是要看第一轮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队友创下多少分 对 才会在第二轮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压力 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 其实第二轮的实力先差无几的 因为能够打入到我们个人在亚洲杯 前三强的选手 彼此之间都不会差很多 是的 而且他们真的是互相之间交手都有过胜负 在一局比赛里边 肯定很难判断到底谁能够稳持一下对面的这一分 但是 如果说前边的分叉 比较大的话 那都不一样 在我印象当中小哥有几张图 比如说熔练车间 对吧 之前跑的比较多的 包括还有阎光王城 跑的都还不错 这种同车图上面的一个表现 在最早的时候 像小哥去的队伍GCR 最早我们认识的时候 对 那就有点太遥远了 说实力很遥远 手足 1分18秒00和1分18秒14 在这一局狼队也是先拿到第一分 如果伊斯大翔说 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打法 就是打赛球差 尽可能的为队伍拿分 对 拿机甲 三辆机甲 换着来打 就赛球差这个东西啊 不一定能够保证你最后第一轮是赢下来的 嗯 但是你 能少输一分是一分 对两边来说都是一样 防控机场 疾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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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先不提实级实者的事儿 松轰 对 你上来就换车了 你看 这也是最好的打法 就是利用机甲来为队伍创造 技能多的分数吧 就是他只要足够有耐心的话 就一直换下去 然后打到3比3平的时候 然后再决定一下第四张图拿什么 对 有人说来宾里边要更快一些 但这一局小哥的这个机甲在后边 中段就发力 但是明明一个ECU过来之后 进到点还上墙了 一个侧身再把体的节奏找回来 他应该是先掉了ECU 对 然后上墙了 对 他想先利用ECU拉开节奏 但是那个ECU说难的地方 其实就在于你进到口不好找 出关点很容易失误啊 小哥这第一个就已经掉了 这条话直线上直接拉开 这局没什么太多悬念 主要就是要看小哥在前面领跑的一个稳定性 没看出来 明明已经上来了 对 小哥这段路又会发力 刚才说 本身明明也没有ECU了嘛 对吧 对于小哥来讲的话 第二个ECU一开 就直接不见了 但明明自己在上下墙 看一下最后的充限成绩吧 一定不会是特别快的 但是1分22秒28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 是的 1比1 那现在明明就可以反打了 把这辆孙悟空再打出来 然后小哥呀 或者他就不用机甲 就跟你换 互换是吗 对啊 那就怕的是 如果一直换一下的话 明明突然之间跟你一起拿机甲 嗯 啊 抓你一个同车 就是小哥如果拿机甲的话 其实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不一定稳赢 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打 你都有可能是要么 呃 打同机甲 要么是孙悟空面对到原机或许列 嗯 换车这个战术啊 能换一手 但不一定能换三手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也得是两分 对吧 对 因为你有两张选图拳 你肯定可以有机会创下这个优势 哎呦 那你这么打的话 我觉得季后赛刷鸡路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 你就是尽可能的打一些 对吧 对于你 对于你来说 又是偏冷门一点 又不能拿机甲的设计 图 对吧 你看疾风机场真的谁会在二维里面 或者说 solo里面拿出孙悟空呢 当然啊 在长河下最后一周我们也看到过 旧梦在拿出孙悟空跑临风阵 嗯 咱都不说别的 对吧 你看多一个孙悟空 啊 你跑什么 呃 电阴啊 跑飞越神舟啊 这种 就是我觉得飞越神舟是最好的 对上一周我们在赛前普世兽的时候 其实就提到了 孙悟空可能要比蓄力未来 比原机之星更好 他速度更快 来了 就是飞越神舟 因为这张图上面刻的是谁的名字 啊 我 东方的名字 但是身后跟了三个名字 对 我在场呢 我们就先不记了 三个名字 你看这局就是 小哥不可能拿出来机甲跟你一起玩的 是的 他拿一张双声 然后 试图 当你出现这个 失误的时候 我看能不能抢 抢到能转到 白给才会有机会 对 看不同的人 可能赛车手感也不一样 对吧 常老师之前拿机甲 呃 也这个 1617 18 1920 的 看 开局来说的话 小哥还是能够跟上 但是慢慢的在加盖上面 就会逐步的拉开 直过来 然后一转向 0.90秒的差距 小哥 还有一种 股票 是的 太舒服了 实线上 又拉开了半秒多 这个距离对于小哥来说真的是不可厚追啊 当然除非明明在后面连续了两个失误 快点 先看看这局他跑完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序 这局上集装枪过后 没有失误 后边小哥已经被甩了3.3秒了 这个劲道 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下最后的完成时间1分13秒07 在飞跃神中明明再次创下了自己的名字 没错这次真的是使用到了宋空 还是三个他 但是这次他是位列第一的那个 刷新张图的记录 事实证明确实在这张图明明是有执念的 同样也要感谢袁梦大师小哥 是吧 跟小哥有一点点关系吧 他如果不拿孙悟空打疾风机场 那我相信明明也不会拿出孙悟空来打飞跃神中 对 突然之间感觉有好多种可能性啊 嗯 对吧 你你后边跑个什么11层啊 那现在11层狮子哥的那个机甲吗 对还是2v破的啊 然后其他的图 就是什么海滨之眼 这种对吧 就是我们在全明星赛上 这些选手选出的那些图 其实相对来讲都是他们觉得 拿机甲能破一车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季后赛 如果说这一周大家都是这么让车的话 真有可能接连刷新 如果这样比赛让我们恭喜明明 打破了飞跃神中的新记录 这个飞跃神中我相信对于明明来说 他也期待了很久 终于有机会可以拿出这辆赛车 对 打破这个记录 而且是没有任何后续的包袱的情况下 在场上仅有一辆孙悟空的情况下 打破由东方保持了312天的 这手记录快一年了 对 终于啊 在赛前你问我这张图上的名字刻的是谁 可能当时还是东方 但这张图跑完之后 再一次 这个明明 你刻上了明明 不过接下来又要来到小哥来选图了 他进来的选图的话其实就 不像刚才的结封机场这么容易了 因为明明已经知道你在干什么了 你但凡说你拿出一个有可能打机甲的这个赛道 可能明明都直接跟你去打轮车 因为对于这种觉得自己能够有一定优势的强势队伍来说 就是要在第一轮多抢分 还是阿尔法总部 那还是 时序使者 再来看一下 在刚才的2V比赛里边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瘾的话 在今天的2V抢7里也是一时者再一次登场 而且现在的记录也是明明的1分30秒70 对 这是明明的阿尔法了 但是开的是序列未来 这次时序使者 第十届的专属联赛A车 看一下本局比赛 这波也直接跑 其实在起步这一项上 它是有绝对优势 是的 不过开局两个弹射双方都没有 对彼此有这个进攻的异想 开局开三七的时机其实就已经拉开差距了 所以就到第前两个弯 弹射的时候就根本碰不到 是的 来段目标 找路线 小哥和明明之间的距离差了0.5秒 过来 和第一前面释放ECU 时间差略有缩短 但是影响不大 两个弹射 第二个没有问题 你看到第二圈之后 前面弹射 而且你看时去时辙 在第二圈已经比自己的记录快了1.3 而且小哥刚才那个弹射没弹出来 对 距离在此被拉开 自由态 以为程中准备 公圣中准备 voyez 恭喜 遵暗 200 最后先跟课润 broccoli 王 要 привет tyres 然后 你 小哥就是1.3了 后面小哥也出现失误 最后的话还是明明拿下了本场比赛 比分来到了3比1 这样的话只需要再赢一分就可以换人了 这个分数对于明明来说 你不管选什么图我都是要拿机甲了 除非你要跟我打红车 你只能跟我打红车 对 而且是名牌的 这个换车换的并不是很理想 而且打同车的话 这一支比赛还是明明拿下的 但是朋友们 父老乡亲们 你们看到了吗 在中间我们第十页的S联赛的专属赛车 S持续使者 它作为一辆A车 在这张阿尔法总部上 把机甲的记录给跑出来了 而且最后还是因为明明失误了没有打破 对吧 它跑出的是序列未来啊 所以问题来了 到底是新A太强了 还是机甲买贵了 嗯 绝对不会有后面这种可能性 当然了 因为在联赛场上面 想要刷一张赛道的记录 真的蛮难的 是的 而且 新的联赛A车总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我相信我们联赛的忠实观众朋友们啊 从第一届看到第十届 每次都会有一张这个图 是 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而且呢 是这样 就是对于我们联赛车 其实它毕竟是一辆A车 嗯 对于很多的机甲车来讲 就哪怕是送风 你会发现在道具里面都很坏 是 这边这个ECU 扣上去之后 撞墙了 下一首星梦游乐园 哎 这张图 嗯 还是打出了机甲 他明明没用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 明明曾经的那个时空之夜 真的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他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还停留在那个时代 呃 是在你的印象里边 你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里 对 但是他早已经脱离了那个版本 对了 但是更强的明明 因为那个阿姆图 他跑的真的 那次太快了 这个起步 双侧过来 Dbuff出发了 嗯 那个时代啊 好像没有双侧起步 哎 但是小哥下去了 嗯 这过山车没有跳上来 他的心情也就像过山车一样 跌宕起伏啊 这绝对是一个大下坡了 这怎么办啊 0.9秒的差距 其实这张图如果 张双双保持稳定的话 技嘉就是能追 不过好在刚才小哥那个 关键的失误点 没跳起来 哎呀这边又是一个脱飘 就每次觉得还好的时候 都会再补一下 这个补刀 太痛了 看速度吧 接下来 有的追 真的有的追 能缩短但能反超 这里下来 小撞一下 没问题 可以眼上 哇这里好快 0.3秒的差距了 再去内线 要注意这边 还好 这里延续再次拉键 下一个过山车 下来之后 明明稍微歪了一点 但是这次小哥把车救了回来 最后中变线前 这次小哥只要谈车不失误 没有问题 可以拿下这一分 而最后明明是选择了 直接冲撞 但是碰不到小哥的车身 是的 还好比分来到了3比2 对于Isar来讲的话 真的是在悬崖边上救了一分 是的 赛车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分差距 你想小哥这一局是失误蛮大的 第一圈的那个跳台点是直接掉下去 走了外侧呀 对吧 对啊 他不是说跳下来之后撞到木桩上了 然后下来没延续上 他是直接那个平台都没上去 掉下去 撞到右侧 然后第二圈的这个延续点 同样的位置跟上来了 对 所以说啊 机甲在这里的这个动力真的很强 而且其实这一手他是明知道自己没有了战药双生 嗯 他就是要拿机甲出来的 但是敏敏却选择使用到了战药双生 追求了一手稳定性 是 应该不至于说可能会给到阿妮来选啊 就是敏敏又可以拿机甲又感觉没那么多必要 哦 对 因为这张图在两个赛季或者说一个赛季前 这是阿妮的一手王图 对 有一点抢战 但其实对于明星来讲这张图也很坏 对 记录我没记错的话就明清了 所以说先给抢掉也没问题 对 对 这次速度的话明明稍微快一点三秒 过来接跳 看后面的弹射 出完的话小哥稍微慢了一点 明日快出稍微点慢了 但是这边的这个弹射很关键 没有失误 看后面的路线 推过来 落地两根树很稳 紧着再甩 前面影子已经被跑出来了 这边的一个弹射没弹出来 而距离又是被拉开到了0.8秒 反倒是前面明明明中 这点距离是离得非常近的 哇小哥这边长期现场 再把这个气补一下 已经来到最后的冲线阶段了 跟随着自己队友明清的影子 一起开出了ECU 帮助狼队在这局比赛 以4比2 结束了上半场的二位抢期 带着两分的优势开启下半场 明清和阿妮之间的对决 4比2 这对于小哥来说 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分数了 而且我们从有二位抢期 这个赛事开始 我们就说下半场 其实很紧凑 你又得给你队伍当中 最新的那个一号位 或者说强领跑选手 去打第二轮 但同时呢 给到他们适应的时间又不多 如果你的这个一号位 是一个很慢热的选手 那你甚至有可能 三张图还没缓过劲来就结束了 对 上一次你看 三圈阿妮跟池子两个人打 这打到了得有七八局 俩人手感 才来到最巅峰的那个状态 那来到下半场的这个二位抢期 对于阿妮来说 他只能够去打同车土 是啊 要先扛下两局比赛 而且要知道 这个其实真的蛮难的 这一位选手 双方 首位选手战霸 接下来的话 换上第二名选手 明清和阿妮 这一位选手 也算是顺利完成任务 因为 其实拿下四分 三分